現在我們在這個新北市鷹哥這邊這個鳳鳴重劃區喔 來到這裡好像是要來看房子 到處都是大興土木喔 一直在蓋房子 你很熱血 那台灣現在目前CC數最小 但是馬力最大的車是哪一台呢 有些人已經猜出來對不對 其實是這一台 現代的Elantra Sport 這邊全部超空曠的 所以在這邊試不用擔心去影響到別人喔 大家看 到處都是空地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台車 這個Elantra Sport 最新的齁 目前台灣目前在販售的最新版 6.5代的Elantra Sport 它這個整個已經改成是三角形的頭燈了 然後整個車頭呢 看起來更有特色 然後這邊是四顆LED的序列式的頭燈 然後它這個燈眉是整個是這樣子 很好看喔 下面有個方向燈的配置 前方沒有雷達 然後這邊有這個下巴做得滿好看的 然後側邊呢這一顆輪框是 17寸的雙色輪框 它這個輪框非常好看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折線 一直延伸到後尾燈這邊斜背 所以這有一點像那種Photocoupe A5的那種感覺 然後尾燈也是非常好看喔 然後下方呢這個車主有去做一個尾管試管 這種中型房車呢其實空間的表現也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空間機能表現怎麼樣 按下去它就開了 欸 開了 哇 其實還滿深滿寬的耶 看一下喔 深度非常深喔 這雨傘 雨傘都可以直接放喔 雨傘直接給它放喔 所以深度應該有90公分到1米 應該超過1米喔這樣 寬度也非常好 反正就非常平整 但是如果說你有不夠的這邊一拉 它的60分離就傾倒了 這邊一拉64分離傾倒 欸 挺方便的耶 喔 行李箱空間表現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後座空間 前方我已經調整到我的座姿了 這個用料怎麼樣 這是硬的 下面這邊是皮的 這邊是軟的 皮革跟軟質 這邊是硬的 門板是硬的 還紅色車縫線的 不錯耶 看一下 來 大概有兩個拳頭左右 大概 那頭部空間呢 頭部空間比較橘柱 因為它這個是斜背的 但是它有黑色頂棚 所以我不怕我的頭髮去弄髒 嘿嘿 兩個指頭而已 但是 它有後方冷氣出風口 那中間這個位置呢 中間這位置我坐上去馬上就 嘿 我181公分啦 所以這個就會 比較橘柱一點 來我們看一下寬度表現喔 這樣做 這 大概 跟一般的中型房車差不多 坐三個人可以 但是坐兩個人會比較剛好 我們來看一下前座的配置喔 前座囉 走 關一下門 看它的扎實度 不錯啊 氣密性很好 這個 打開 有支援Keyless 然後前方的門板也是硬直的塑料 皮革 這邊是皮的 這邊是軟的 支援六項手動調整 然後這個椅子是這樣 感覺包覆性也不錯 來 關起來 我直接Push Start 雙環式的喔 喔 不錯耶 看一下喔 這個 現在來看是比較迷你的車機 然後 下面這邊的儀表板 這邊全部都是 軟直的了 軟直的 這邊是硬的 7速的DCT自首排變速箱 Drive mode Drive mode在這邊 然後 雙區恆溫空調 好 它這個按的按鍵是這樣 Push Start 然後它這台沒有ACC 只有定速 但是車道偏移 修正這個都有 還不錯 大概是這樣 那黑色頂篷 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家如果 看到這車應該會很熱血對不對 很想上去開開看對不對 我們實際上路開開看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進一段廣告 Let's go 好 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Let's go 今天天氣實在是太好了 我們今天最好都一直這種天氣 不熱而且也不會下雨 那今天都這種天氣就好了 太好了 我們今天來到這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這個地方叫做 鷹哥 跟桃園的交界有一個叫鳳鳴重劃區 這裡的房子 建商 代銷都主打什麼 雙捷運 什麼雙捷運 就台鐵高架化 這邊會蓋一個捷運站 然後呢 三鷹線 這個台北捷運的三鷹線 延長會延伸到這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兩個站 一個是台鐵高架化的捷運站 還有一個是三鷹線的延伸案 延伸的一個站 叫福德站 但是有興趣的人可以來看看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邊 還是黃土一片 開案率好像 開功率好像偏低 比較沒有那麼熱落 像其他區域這麼熱落 我到處都在蓋 不過未來也許會不錯 今天不是來看房地產的 我們今天是來看這個 車主分享這一台 Elantra Sport 現代的Elantra Sport 因為我自己本身曾經擁有過 一段小小的時光跟Elantra 但是那時候不是Sport 是一般的Elantra 所以呢 我對這個車子也算是 有一點點小小的熟悉度 那時候開我剛上車的那一個感覺 就是這車子怎麼完全沒有震動感 它的代數幾乎就跟油電車一樣 整個是熄火的感覺 然後一開上路 它的底盤的設定怎麼那麼歐化 很Q彈 不會讓你覺得死硬 也不會讓你覺得飄飄的 那時候對它第一印象 就這車子還不錯 然後開一開 又訪問到了蠻多車友的 都是開Elantra 不管是Sport或者是一般的 大家對它的評價都非常好 那時候我就對它的這個印象 越來越好 然後今天我開的這一台 它是Elantra Sport 它是1.6渦輪增壓引擎 配上7速的DCT 自首排變速箱 雙離合器的 那它的換檔的速度 老實說不慢 但是跟DSG還有 還是有一點點落差 DSG它的換檔的速度 確實是稍微的快了一些 不過這個車子到目前為止 這個變速箱的妥善率 據說都很不錯 沒聽到什麼災情產出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性能 還有妥善率 要取得一個中間值 會比較像這個比較剛好 沒有那麼多抱怨 那才會賣得好 是不是 那開起來的感覺 就跟之前幾台 Elantra Sport 開起來是一樣的 非常動力非常充足 200多匹馬力 再加上這個雙離合器 動力是比較直接的 然後空間的表現也非常好 它這個行李箱空間表現非常好 那後座空間呢 除了頭部空間比較局處一點 其他的腳部空間跟寬度 我覺得也非常符合一台中型房車 非常稱職 唯一覺得呢 比較可惜 就是它這個內裝 是比較屬於上一個世代 現在新車 這個車機都是直接建立在 建在這個上面 叫做懸浮式的車機 這一台沒有 這比較屬於上一個世代的車機 安裝 有點像那個什麼 之前一直被幹狗很慘的 那個什麼三菱的Outlander 也是這樣設計 不過它下一世代的 第七代的Elantra 就非常好看 不過我們這樣試這麼一小段時間 我們沒辦法突顯這台車的整個特質 我們實際請車主來分享 太開心了 我們來到這個鷹哥 這個看起來有在蓋新房子的地方 因為鷹哥 它是屬於比較屬於老 老城市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鷹哥老街 然後它有一些比較古色古香的地方 所以它因為是老城市 所以蓋的比較密 你在老街上面看 你會比較覺得說那個路比較小條 重劃區這一區就是鷹哥的新的重劃區 最重要的重劃區 來這邊路都直直的 只是好像都還沒蓋滿耶 好像很少人住進來 真是的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不是要來看房地產的 我們是來介紹這台車 我們車主阿信 你好 跟大家分享他這台愛車 阿信是哪裡人啊 鷹哥人 你就鷹哥人啊 難怪我們約這裡 鷹哥這幾年的發展也不錯 我之前要買房子是有來看到鷹哥 鷹哥的房子也很貴 我看到鷹哥高職那邊去 鷹哥那邊算比較後段了 那比較後段了 對啊 鷹哥算是因為它有火車啦 有火車站 所以這地方的生活機能 還有它高速公路 將來有捷運 現在又要蓋捷運了 所以應該會越來越好 希望希望希望 一定一定 那我們現在來聊這台車 對 這車子什麼時候交車 去年八月中 所以2019年八月到現在一年多了 大概一年左右 開了多少我看 11221 對 一萬一千多 所以也算是正常行駛的一車 對對對 那在開這車之前你是開什麼車 開馬五 馬自達五 對對對 那麼差太多了吧 那是爸爸車耶 對對對 所以你當時為什麼馬五好好的 要換成這個車 馬五 就感覺太笨重了 不夠熱血 對對對 不夠熱血 那臭小子啊 都當爸了 還這樣子 嘿嘿嘿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想要找一台熱血 然後又 又可以顧到家庭 又小孩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能聞能武的車 對對對 那當時條件有什麼 就 一定要有渦輪 對一定要有渦輪 一定要有渦輪啊 你看看 好啦 那有渦輪當時有什麼口袋名單 你上的TIDA 你上的TIDA 那台真的有渦輪喔 大家不要以為TIDA好像是那種 欸買菜車 它是有渦輪版的 還有嗎 還有 有 娜智傑S5GT 喔 娜智傑S5GT 這台也是渦輪車 對 那還有嗎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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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L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最後再加上 Eletra Sport 對對對 那我現在問一下 TIDA怎麼沒有 TIDA TIDA算是很家庭又有利的車 就 價格比較高一點 喔 超過我的預算 對對對 它90G了嘛 對 90G 然後它的 那個整個 有一些配備可能也是比較 舊世代 對對對 那一台算是比較舊的車子 對啊 所以後來沒選 對後來沒選 而且它馬力好像不到200匹 對 190G 190G 雖然也蠻猛的 但是 就是跟野人車還是有一點差 對還是有點差 那沒關係 沒選就沒選 娜智傑的S5GT 那馬力就夠了吧 很猛喔 感覺它就是一個大螢幕嘛 然後也沒有什麼 比較先進的那個 輔助系統 喔 你覺得它的那些 ADAS配備全部沒有 對 OK 那就沒辦法 因為有些人它就很 很喜歡有這些型的配備 它沒有 真的沒有 雖然說它的動力也不錯 有去開嗎 沒事沒有去開 就看它的內裝 喔 內裝你就覺得說 覺得不行 好 OK 配備的部分沒辦法 那 後來你又講到一台叫做Focus 這台沒什麼好說的吧 這台什麼都有了 什麼都有了 沒有啊 因為網路上搜尋 很多災情 有出現啊 網路上搜尋有一些災情 對對對 那那些災情 大部分是什麼災情 有的是做變速箱啊 有變速箱啊 有變速箱 好吧 因為它8代算 它那個變速箱算比較新的吧 嗯 8AT變速箱 對算比較新的 然後 因為你東西一新的剛出來 嗯 你會怕妥善率 對會怕妥善率 沒有使用的 使用者經驗比較少 對對對 沒有使用者經驗 所以那時候 其實Focus一直覺得還不錯 對Focus一直覺得還不錯 配備也很好 它價格也非常的優惠 對 它CP值其實挺高 對CP值也挺高 變速箱的問題 OK 變速箱的問題 好那沒辦法 這個就是 就是如果怕 那就不要買 對對對 所以最後就是在 動力還有空間 還有一些先進的 輔助安全配備 的考量之下 你選擇這台Elantra Sport 對 剛剛聽阿信分享 他買這個車子的整個過程 其實你比較的車子還挺 Range還蠻大的 居然有TIDA 我第一次聽到 有人把TIDA放到口袋名單 不過最後你還是選擇 選到了你的愛車 就是這台Elantra Sport 那既然已經開了一萬多公里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心得 有沒有什麼優點可以跟大家分享 動力吧 隨踩隨友 然後帶高公路馬上就可以 超車 馬上就超車 這台多少馬力 204匹 204匹 那當然喔 1.6渦輪可以做到204匹 現在大概放眼國產 大概只有它的馬力最大了吧 就是1.6的 對 好像GT225是2000的嘛 對 2000對的 對2000的 然後它就算GTS1.8的 對 所以它這個 它Focus也才182匹 因為它是腳1.6水晶 對啊 它才1.6可以做到這麼大 欸很猛喔 對啊 所以動力一定是沒問題 我相信 那還有嗎 除了動力以外 就操控我覺得還不錯啦 操控怎麼樣不錯 就像我上交流道有沒有 60都可以直接順的過去 都完全不用踩煞車 交流道60可以順的過去 不然你是開過什麼會要踩煞車的 馬550 50就不行 40就不行了吧 蛤馬5比較高 有沒有房車的 比如說 房車 artist之類的 有嗎 有artist感覺就 也是不行 比較飄 對高公司真的會飄 這一台就讓你有信心的直接 直接就順著很快 或者是在超車的時候 除了動力大 馬上切出去 切出去 直接踩了啊 它這個就比較俐落 它底盤的設定 真的比較Q彈 比較偏偏歐化的底盤 OK 那這個 既然它敢叫Sport 就真的很Sport 對 還有嗎其他的 省油吧 省油 這麼熱血的車會省油 因為我曾經 從這邊 開到左營 然後再開回來 一天來回 從台北開到左營 對 然後再開 左營就在高雄 從北邊開到南邊 對 這樣再回來 40公升 你是從這裡開到高雄 再回來 對 你是太遠了 沒有 剛好要去 有事情 開去 到左營的蓮池塘 蓮池塘 龍虎塔 又再回來 又再回來 對 然後就只花了40公升 這樣攀下來差不多多少 好像16 16點多耶 快17 17 對 我覺得滿省的啊 高速公路這樣子 我那天加個油 自己都 驚艷 你知道嗎 想說 應該是應該 45還50 你應該是跟之前的車子比 對 馬五的高速大概多少 高速10 11吧 10 差太多了 那你這個四驅大概多少 四驅9到10 9到10 對 有9有10 10 那平均下來大概14 15 13 14 OK 那這個車子很性能 然後還有這樣表現 你覺得也就非常滿意 對 那還有其他的優點嗎 空間我是覺得還滿夠的 空間夠用 跟小孩 如果有小孩 然後跟你這樣子 然後有家人 這樣子非常非常足夠 對啊 車子本來就是符合你需求的 像他本來是馬五那個很大的車 他換到這個他覺得夠用就好 欸 車子不是越大越好 說真的對不對 OK 那還有嗎 隔音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隔音啊 對 因為他這個車子 他在整個車身的抑制 算是做得還不錯 那在車 你看我改排氣管 你這樣聽不太到聲音嗎 就是聲音很細 對啊很細很細 不是那種病病給我 對對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他隔 像這個摩托車啊 像這邊的摩托車 一般如果說你隔音不好 你是聽得到外面的聲音 對啊 這個還好 都還好 聽不太到 聽不太到 像這摩托車過去了 沒有聽得到 只聽到你排氣管的聲音 OK 那除了隔音還有嗎 我覺得CP值真的滿高的 CP值高 以這個價位 對以這個價位 買到這個馬力 對啊 沒有你放眼望過去 有哪個價位可以讓你有這個馬力 沒有啊 對啊真的沒有耶 真的真的沒有 對啊真的沒有啊 好啦 那你好像很爽的樣子 就讓你繼續爽吧 還有嗎 差不多了 對就差不多 剛聽了這個阿信 真的 我從剛剛在車上 我就一直看余光 一直瞄他的 他的嘴角 就一直微微上揚 不知道在爽什麼 已經一年多了 還這麼爽 嘿嘿嘿 還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你沒講到 外型 我覺得超帥 外型 很流線喔 這個型真的是 國產車來講的話 算是很不錯 那既然這個車子已經開了一年多 有這麼多的優點 可以分享 我相信一定也有不少缺點嘛 來來來來 分享一下 缺點喔 就內裝上質感吧 內裝質感 對對對 就感覺好像比較 塑膠化是不是 塑膠味比較重 對對對 其實他應該不是塑膠味比較重 而是他整個設計感 比較屬於上一個世代 你去看新的 新的elantra 第七代 那個內裝就漂亮喔 漂亮喔 那就是世代不同 像這個就有一點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Outlander 你知道嗎 30Outlander 它那個內裝就是這樣 有一點像 它就是整合在比較下面 我覺得主要是這個車機的問題 現在車機都在上面了對不對 車機有點 算比較舊世代 舊世代 好吧 那沒辦法 但是現在買 CP值很高 就是因為它要改版了 所以它有一些優惠 會一直跳出來 對對對 那也是它的優點喔 那大家自己去斟酌 能不能接受這樣子的設計 OK 那還有嗎 就覺得胎罩 比較大一點 那你剛剛不是說隔音很好 可是你開速高空上面 還是感覺它的那個噪音 胎罩 輪胎的那個 你覺得引擎的聲音也很小 然後 崩切聲也很小 對對對 然後整個隔音還不錯 就胎罩聲音大了一點 對對對 那會不會是原廠配胎的 對應該是原廠配胎 滿多車友都說它原廠配胎 配得不是很好 哦 原廠配胎配得不是很好 可能一分錢一分貨嘛 嗯 他們把錢都灌在那個動力方面 引擎啦 對引擎方面 那輪胎可能就隨便 輪胎就隨便 怎麼會是這樣子 這我不知道 輪胎也不能隨便 輪胎很安全 沒有啊 可能輪胎就不是那麼注重的 抓地力或什麼之類的嘛 OK 對啊 你動力這麼大 抓地力不好還得了 對 沒關係 這個大概幾萬公里以後磨平了 你再去換一個好一點的 可能更好一些 所以覺得說開噪聲比較大 對拍噪聲比較大 那缺點 還有嗎 沒有應該就是兩個 你覺得你開了一萬多公里 對它這兩個最不滿意對不對 對 好那我來想看看 這個動力這麼強 你剛剛又講油耗也不錯 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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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涡輪車聽說很排氣耶 保養一次多少錢 兩千出頭而已啊 對 確的 你這不是涡輪車嗎 涡輪車啊 你有去保養嗎 有啊 一千保養一次 五千保養一次啊 一萬保養一次啊 五千塊保養 五千公里保養一次 一次才兩千多 對啊兩千多啊 我真的假的啦 你是跟廠長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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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般 那涡輪車人家不是說很難養 還好啊 你覺得 你這樣子開下來 你就覺得跟一般的車子一樣 都跟一般車子一樣啊 是喔 那真的是還蠻超值的齁 對啊 那我再想想 啊 你這雙離合器耶 人家說雙離合器毛病多 你不怕嗎 我當初是有搜尋到它 就是最主要是那個離合器片 嗯 因為它離合器片 換一換長還一萬 一萬多而已 我覺得我可以 一萬多你覺得 你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接受 你可以負擔啊 你開過手排車吧 對啊 我開過手排車啊 你就知道手排車有 對 複雜其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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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要魔號 對 所以它本來就是個耗材 對啊 很多人不知道 以為說 欸這怎麼那麼容易壞 它不是壞 它是消耗掉了 就像你的煞車也要換的衣服一樣 所以你覺得一萬多塊 還負擔能力 但是你可以感受這種動力 直覺的感覺 對對對 那真的不錯 所以缺點差不多就是這些 對缺點差不多 阿信分享他這車子的買車過程 優點缺點的分享 我們最終還是要來問一個 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 就是阿信你講真心話 讓我們線上的好朋友呢 或你身邊的親朋好友 對這個車子有興趣的人 不會冒險買坐車啦 所以你一定要講真心話 假設再回到一年多前 一樣的預算 一樣的考量 一樣的使用情境 你依舊會選擇這台 Elantra Sport嗎 會 你確定 你不會真的想說 不會 換到那個Focus試試看 不會 唉唷 因為那時候災情 它災情就出現了 所以不會想要試 你會怕就對了 會怕 有變速箱是幾萬 當然會怕 它有保固啦 它有保固 可是有保固 過保你會怕 你如果說在保固內 你一直回去 我會覺得 煩煩 而且變速箱是大修 那一流車可能要留一幾個月 兩個月吧 要一兩個月喔 對啊 我看 我看你還是繼續騎這台好了 好 那你會推薦大家買這台 對會推薦 OK 其實這車子 本來大家 我們不是說 Focus不好 或者是講說什麼 大家對於車子的 使用的情境 本來就不一樣 也許你每天要開 你就沒辦法經得起 一點點的毛病 唉唷 要留車 留幾天 一天到晚跑車場 買車應該是一個交通工具 有些人 他把車子當成是他的玩具 他修車 或者去改裝 留車幹嘛 對他來講都無所謂 可是對很多人來 像我 車子是我的交通工具 我可以不用洗車 都沒關係 車子多髒都OK 但是他不能給我出包 類似這樣子 所以大家的定位不太一樣 不要 他不是說Focus不好 我也覺得Focus還不錯 只是說 每個人接受程度 對 好 那我最後就是想要來問一個比較 你本來都開日系車 日系車的妥善率 大家有目共睹 大家覺得說日系車都不太會壞 對不對 尤其是神車Artist 怎麼跑 怎麼困 他就是不好 要把它開到壞 有些車主更好笑 你知道 都不會壞 我想換車都沒辦法 他就不壞 我有什麼辦法 很委屈 你知道都開不壞 妥善率非常好 你本來是開日系車的車主 你換到韓系車 這段時間 你真的有覺得韓國車這麼爛嗎 沒有 沒有這麼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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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怎麼會推薦 對啊 不知道為什麼會跳出來推薦 你這一年多來 你有 這個 車子有出過什麼包嗎 沒有耶 完全沒有 那你有聽過 你有在群組嗎 對 有聽過一些車友 有最嚴重 讓你覺得最沒辦法接受 有出過什麼包的 真的沒有 也沒有 對 真的不是神車 你在 你在artist的群組裡面 一天到晚就是在抱怨那個車機 然後不然就是抱怨一個什麼 什麼東西 都是小毛病沒錯 可是就是你就會看到 但是你 居然覺得說 這個居然都沒有 對 因為我開起來是沒有啦 我說真的 我也開過啊 對 我也開過這台三個月啊 對 真的是很稱職的一台家庭泳車 能文能武 你要衝隨時可以衝 對 Elantra Sport 就是一台能文能武的家庭車 對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在這個奉鳴重畫 就可以跟阿信來分享他這一台車 Elantra Sport 我們期待有更多現代的好朋友呢 鄉台的小這個車子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你們的愛車使用經驗 我們下次見喔 下次見 拜拜 我靠 你都看完了 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本節目是由 張首安醫師團隊 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